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签读 也快来看看新版的《倩女游魂》 那这次呢 聂小千的扮演者是刘亦菲 从她出款的海报也好 或者是看的一些小的片段也好呢 你会发现这一版本的刘亦菲 或者是这一版本的《倩女游魂》当中的小倩呢 好像少了一点点的妖气 多了一点清纯的感觉 由古天乐、刘亦菲、余少群、慧英红领衔的新版电影《倩女游魂》 昨日在北京揭幕了影片的首款宣传海报 并一举签下了1200万美元的海外发行合约 为影片宣传打向头炮 虽然发布会上亮相的只有五位美女主演 刘亦菲版的《倩小倩》还是足以吸引媒体的目光 对比老板与女王祖贤 神仙姐姐刘亦菲坚定自己的小倩一定会与众不同 就根本就没有跟老板比 然后我也觉得不应该在自己的创作的那个创新方面 然后融入另外一个障碍 那我的话我想的不是怎样去超越它 而是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能够完全进到戏里面 因为我觉得最真挚的感情和最投入的表演 始终是比概念化的东西要更重要 就是说出来如果我们不这么想 说不定出来会有惊喜 那出来的确是有一些很多没有想到的东西 就比较有这个具体的概念 就是妖是个什么样的生活 或者妖的那个情感是什么样的 一向以清纯形象试人 此番却大胆挑战妖魅魔幻的《倩小倩》 刘亦菲在片中的造型还未供应就已经备受期待 不想亦菲却表白这一次的妖女竟是清汤挂面的素颜装扮 其实这一次比原来以往的任何一次都素 就脸上基本没化什么妆 然后衣服舞的也挺严的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应该是比较妖艳的团队 那我一个人就清汤挂面的 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导演也有他的想法吧 然后也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动脑筋的时候 就是如果脱去这些道具 脱去这些符号的一些东西 你怎么用智慧或者说是用你的那个本性 去达到你的目的 这也是另外一种一种表演方式 而一上场就声言聂小倩的角色非刘亦菲莫属 导演叶伟信现场也是大赞亦菲此次在打戏上的惊人表现 对此刘亦菲就透露自己能打不受伤的秘籍就是集中精神 因为我觉得好像就似乎进戏之后反而更容易保护自己 因为就灵敏一些观察的 就如果说一根金眼的话 有时候原来特别容易说 因为就使蛮劲 就很容易从马上啊 脚蹬掉出来了呀 或者是威亚撞墙上了呀 我是力不对了 一定要成功 期待我的倩利